展示櫃里蜻蜓造型的珠宝栩栩如生 仔细一看不论是纹理还是任何小细节都非常细致 在灯光照映下更透出七彩的色泽 我们的这个设计的珠宝是以Garden系的 也是花园里面的所有的素材我们都运用到了 那我们这一次在亚大的展出 以花卉还有蜻蜓跟蝴蝶为主 除了蜻蜓还有蝴蝶造型的珠宝 它们间有个共通点都是由泰为本质 而一切都源自于作者童年追逐昆虫的记忆 这些作品摆放在亚洲大学的美术馆里 那这次的花博真的是不只是花卉的展现 其实花卉在艺术里头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主题 亚洲大学现代美术馆为了即将开幕的台中花博 展出了197件与花卉有关的艺术品 除了珠宝外还有许多油画 从10月6号展出到明年4月9号 记者连加庆章志凯台中报导